2021Table公民新聞獎新婚專題學生組得獎的是 御劍西的美麗與愛情 菲律奧德的 菲律奧德 王嘉穎 恭喜你 王嘉穎同學 同樣是我們 南台的同學 恭喜你們 其實 梁嘉穎老師一路總是陪著學生 陪著他們去採訪 然後今天帶著學生一起從台南上台臨下 跟菲律奧德老師被他們的關懷 一起在他們採訪天上給你的支持 恭喜 真的是 不可置信 太開心了 對 就是當初我會做這個新聞議題 主要也是我自己本身就是非常關注動物類 然後環境那些的議題 那 算說得獎是蠻開心的 可是 其實我在做這個新聞的之後 我還有一直在持續關注這個議題 然後 雖然說講這些聽起來蠻沉重的 但是 其實現在的現況在外來種上面的管理 台灣就是有蠻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然後 像平常有時候我會在網路上面看到 有一些網紅他們會有去 獵捕玉獵蜥的影片 然後 其實他們獵捕的方式 有一些不是真的很合乎法規的 就是包括他們用的工具 他們使用的槍枝 然後他們在人道上面的 規範上面的問題都是一個 不是很OK的一個情況 那也有人去跟主管機關去說這件事情 就是說 這是不是會有一點問題這樣子 但 反正主管機關就是說 不要去擋人踩路這樣子 反正就是蠻讓人覺得心痛的一件事 那 我是非常希望 我希望再用我這些小小的力量 因為 感覺有些事情 雖然說我做了不一定會有一些改變 但是 不做它好像永遠都沒有改變的機會 我希望可以藉由一些這些小小的努力 然後 讓台灣的 不管是外來種生物 還是我們原生種的生物 他們都可以有被人道對待的機會 謝謝大家 謝謝 非常感恩 今天我們入圍兩篇作品 然後兩篇都有得獎 我今天不光是他們新聞課程的老師 我也是今天同學的班導 曾經有人問過我 老師 有沒有辦法 就是你上課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判定這個學生可不可以做出好作品 或者未來可不可以做出好新聞 然後這邊是比較年長的學生 對不對 你可以預測嗎 那我覺得新聞人的特質當中一個是 能夠準時交稿 不是嗎 準時交稿 然後做出有意義的主題 老師要分享的是 今天前面那一組他們是準時交稿的好孩子 為什麼 我們大意有一個勞作教育 其實他們都通過 勞作教育早上要起來掃地 現在我要再加入一個 就是你必須是一個很奇特的人 像剛才我的那個學生 他就喜歡小動物 而且他喜歡奇怪的小動物 你知道嗎 好 那他一直對這個有興趣 那他可以 現在他的大師畢業專題還做妮猴 好 那老師曾經小時候是被妮猴咬過的 所以老師特別害怕 那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新聞人的特質 你可以準時交稿像個軍人這樣 就是該起來拍新聞你就要去了 那你也可以熬夜 為了明天要改一個解稿日期 你可以熬夜去做一件事 另外一個是你必須跳脫一般人的思考點 跟角度去看一件事 那我很高興呢 這次我們的學生都可以被看見 與被肯定 這對很多學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感謝 感謝你的公共電視 謝謝 謝謝